好不容易買到了一間房子 而且買這房子非常的不容易 這個價錢都已經議定了 合約都已經簽了 但是沒有想到 建商居然反悔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買房子簽約錢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明明知道房價在跌 為什麼還要賣房子呢 這賠錢換物 有錢人想的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他們會用方法把錢賺回來 什麼樣的方法呢 昨天節目我們今天告訴你 好 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到是我們東森房屋的執行長廖靈欣 還有超哥 以及我們的蔡志雄律師 還有在權商城執行長郭景全 以及瓦斯盧的達人邱吉偉 好 首先我們要帶您來關心一下 就是最近引起話題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到底怎麼會是這樣呢 我合約都已經簽了 建商居然還要求加價 我們來看一下這到底是哪一個案子 居然能夠讓這一個建商 還特別來加價 這是位在台中的一個小豪宅 因為它是位在這個七期 它是在五樓23.15坪 那麼推測的一個總價 大約是在1075萬 但是沒有想到民眾 在5月5號的時候 下訂付了10萬塊的一個訂金 然後5月7號的時候 在簽約 對 他覺得說我是就好愛這個房子 所以5月7號隔兩天後 好啦 我們來簽約了 付了20萬的簽約金 也就是說到現在已經付了30萬了 好 那5月10號三天後 奇怪 建商怎麼跟他講 這個價格我不能夠賣給你 我不是簽約了嗎 這件事情說起來很懸疑 消費者跟建商兩方各有說法 首先我們來聽聽消費者怎麼說 這邊這一張購屋臨時證明單 這個一般人比較不熟悉 我們比較常聽到的就是紅單 有沒有 我去買房子 這就是紅單 對 那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今天都已經跟你這個代銷 簽了這個紅單 上面包括說這個戶別價格 都已經寫清楚了 而且甚至我還付了一筆 那個訂金 10萬 這個應該 法律上白紙黑字都已經寫了 這個怎麼會沒有效力 所以對這個消費者 這個很奇怪 我都已經買了這個房子了 那當然他會認為說 他已經簽了這個紅單 對 因為紅單就是那個 代銷會跟你說 就是業務會跟你說 你確定了沒 你確定了我們就先簽個紅單 你付10萬塊給我 就是已經是保證 之後我們找個時間再簽合約了 沒錯 而且其實有時候 代價小姐他都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你看這間房子有教他 你就應該要表現你的誠意 就付個一點點錢 不然我們很熱銷 我可能沒辦法留給你 如果說這個 比如說幾天內如果反悔的話 沒關係 你們來 我們會把那個訂金都退給你這樣 所以說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 銷售的那個手法 可是其實這個紅單上面 有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這個也是建商他說的 他說他在這個紅單上面 大家看到這個紅框 畫起來這邊 另外印上去的 他不是原本紅單上的字 就是這一小段 這一小段 對 我們把它放大之後 這個非常的重要 價格需經過建設公司同意 如果建設公司不同意的話 這個訂金無息全數退還 那代表說我今天收你這個訂金 並沒有說好 要以這個價格賣給你 我還附帶了一個條件 要經過那個建設公司同意 是這樣 可是我當初 簽這個紅單 這個零食單 就是你同意我這個價格 我同意你這個價格 我們有共識了 可是有一個問題 你看 這個是還把它放大 然後我們平常去看 相關的那個合約 字這麼小 有時候你可能去那個暗藏 還要帶個那個放大鏡這樣 然後把每個字都這樣 仔細檢查清楚 所以這個魔鬼藏在細節當中 就是因為這一句話 因為的確它附帶有條件 我們會認為說 建商就有一個不賣的權利 對 我先問一個問題 預購單跟這個 我們看到的這個訂單有沒有一樣 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 差不多嗎 可是那個一般我們叫它辦事 應該比較紅單 就是說類似紅單的方式 那這個就已經有點 這個已經有點是簽約的感覺 是到訂簽的 簽的簽段 我自己的買房經驗 然後我跟晶晶後來 我們這件事情 像我們有討論過說 好像不太一樣 像我的買房的經驗的話 我是去了以後 我有喜歡 然後對方也覺得說 你好像喜歡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先幫你把這一戶保留下來 避免被別人給買走 那你多多少少有一點點誠意 那付個5000塊 付個1萬塊表示一下 先刷一下這樣 我說我現場沒有 我第一次買的時候 說實在我自己也蠻擔心 說這到底刷下去 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是首次購物 那首次購物的時候 你就會很擔心說 那刷下去到底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刷下去 我就代表我一定要買這間房子 所以你不太敢刷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沒有關係 你就算是有1000 2000也無所謂 就壓在那邊 表示你的誠意 可是金星就不一樣 對 我的狀況就是 跟這個零食單一樣 我去談了之後 第一次 當然第一次去看 不會很快就簽這個單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OK 我蠻喜歡 但是沒有留下任何的東西 但第二次去 我就簽了這個單子 然後就會10萬塊給他了 就是我確定我要這個房子 然後上面也會講好價錢 第一次的時候有沒有談到價格 沒有 只是看一看 然後談一下說大概狀況怎麼樣 這附近的狀況怎麼樣 這房子的狀況怎麼樣 你會怎麼蓋 你第二次的話就已經談完了價錢 就已經談好了 第二次去的時候 這就單子已經談好價格了 所以金星連第一次的所謂的保留 他都沒有簽 他都沒有 你都沒有 我都沒有簽 然後第二次他就是直接買了 然後所以上面的話 價格就開始彈出來了對不對 就是慶雪剛剛提的那個狀況 就是會去刷卡付費 你看像這邊有一句話 本戶訂金如果以信用卡付款的話 刷卡手續費2% 是由買方要自行負擔 就類似這個紅單 付的一筆訂金的那個方式 可是我們沒有付到那麼大 你看他這個的話 他這個是 我付2千塊 我付10萬 對 他這個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他這已經是訂金了 你看他價格全部都出來 總價在這邊 價格訂金5萬塊 簽約金5萬塊 開工款28 等於是說他的整個的總價 全部都出來了 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裡面 你其實跟建商已經達成 某種的共識了 這個共識必須要送到 他這邊講 必須要經過建設公司的同意 如果建設公司 如果沒有同意的話 這一筆訂金要還給你的 那我有問題了 等於就是說這個訂單是失效了 就沒有用了 但因為你的價錢沒有彈成 我們會覺得說我填的這個 就是已經達成共識 我填的這個就是 你願意賣給我 我願意買這間房了 就是已經是這樣的共識了 不過這個都是口頭的說法 你要看那個白紙黑字 就是他的確有這一句話 是說還保留一個建設公司 有同意 最終決定價格的權利 這個我要講一下 我要T&A的講一下 因為他剛剛講的 手續費2%是刷卡的那個 銀行抽的那個手續費2% 那既然會寫說 需要經過建設公司同意的話 表示現在這一份單 基本上只是一個 斡旋單的一個階段 還不是到訂單的階段 還沒有到訂單 還不到那個 真的是成交的那個階段 他只是說 我們談的這個總價 這個總價必須經過 建設公司的同意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就出現了一個狀況 因為這一位台中的一個民眾 他其實碰到的一個糾紛 是怎樣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訂金 對 他還有下一層了 下一層了 下一層了 來 糟糕 合約書 對啊 那你說上一層 如果還沒有成立的話 下一層這一部分 合約書 合約書裡面都已經寫好了 戶別 單位 姓名 然後這邊也告訴你 這個時分有多少 然後房子座落在哪邊 非常非常的詳細 非常的清楚 然後裡面還有包含這個 訂金多少 你看 訂金要付多少 然後簽約金付多少 全部都進去了 可是問題是說 怎麼還是沒有用 結果既然這個合約 這個簽完了以後 結果建商跟他講說 不行 這個價格不行 要多付20萬 對 其實這真是一個 很特別的例子 我相信這句話 應該大家那個 會有一堆的問號 合約書不等於簽約 怎麼會呢 就是等於呢 以我們那個法律人來看 這個就是已經是一個 而且還標明清楚 房屋土地的這個預訂 買賣的這個合約書 那其實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買賣房屋 不見得要有這個契約 契約只是說是一個憑證而已 那當然你今天如果沒有 白紙黑字的證明 怎麼證明說你有跟建商達成 買賣這樣的一個價格 買賣這樣的一個房屋 所以其實他們今天 連這個合約書都已經簽出來 都已經白紙黑字的話 那怎麼會不認同說 這是一份契約 而且你知道嗎 當初這個代銷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要消費者先簽名用印 那兩份要送回去那個公司 才要那個用印 結果這個消費者說 我今天已經簽名用印了 我沒有拿到那個合約 再回去要去找那個代銷說 我要看一下我當初這個 簽名用印的合約 代銷說還沒有用印不給你看 結果這個消費者非常的聰明 他去報警了 警察來到現場 那至少他把當初有這個 簽名用印的合約拍照下來 所以我們來認為是說 這份合約已經經過雙方的同意 才會簽名用印 那即便建商那一邊還沒有蓋章的話 可是這個已經能夠證明說 雙方已經達成這個共識的話 法律上這份買賣合約 應該就是已經成立了 建商不能夠不認帳 但是我想我所了解到是 這個是應該是一個 能想說不怕神隊友 只怕豬隊友 所以你遇到一個這個比較 只能講說比較阿胎的一個銷售 因為他想說他可能要是 因為我私下探尋過業者說 他可能想說要綁住客戶 因為買方你還是到處飛 到處跑 他就想說先刷嘛 先刷嘛 然後我就幫你用合約書 然後簽完了之後 我先送上去這樣子 那買方是不是也安定了 他想說退了應該反正 建商如果不賣可能就沒事了 但是我綁住客戶 可是沒想到今天買方來講 他認為這就是一個已經簽約了 那個我要買了 要買了 那建商當然他也覺得 這你是代銷嘛 我還沒有達到我的價格 所以我不賣了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誤會 那這個正常來講 確實一般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 一般來講會進入到簽約了 都是已經剛剛的那份訂單有沒有 已經都是同意了 才會去寫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當然業者實在講 要脫也脫不了責任 用意只是讓那個合約變得完整 然後證明說我消費者有跟建商 同意這個價格買這個房屋 那個證據更完整而已 但是今天即便建商還沒有完成的用運 經過這個代銷 他有簽立這樣的一個合約書的話 就已經證明這個合約存在 因為之前在天母也曾經有過 這樣的案例 代銷都把那個合約也都簽完 都履行了 結果建商跳出來說 我沒有授權那個代銷 結果那個案子最後 法院判決認為說真的 建商真的沒有授權那個代銷 可是你代銷在那個接待中心裡面 銷售這個房子 你的廣告 你的這個登記的那個 建案都是這個建案 所以法官認為說 消費者來到這個地方 就認為說你就是幫這個建商 賣這個房屋的 所以你還是要負起這個合約的責任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看 這個部分建商一定要負責的 我來講一下 一般我們在預售屋裡面 這個問題是價格 這整個問題出現在價格 那價格一般在預售屋裡面 我們有所謂的表價跟底價 那譬如說你精進來買的時候 我可能是從表價裡面的八折 或是九折賣給你 可是因為我剛剛講是低價 可是我跟慶雪講的 可能是你殺得更低 搞不好殺了七五成 可是同樣一個房子 可能有不同的客戶來 所以我們一般大會之後 在預價的空間裡面 第一個 價格要什麼 要問過他現場是有什麼 有的銷售人員 另外要給專案 專案就是再給上去在主委 主委的時候就送到什麼 建設公司去 那如果以這家公司來講 他自己是自售部 那這種情況是幾乎是 會有這樣很難 一般是有代銷 對 有代銷廣告公司 然後廣告公司跟建商是不同的 所以廣告公司才去什麼 去跟建商來討論價格 所以這個價格很奇怪 應該是把價格訂好之後 才訂金 稍微可以就進行簽約 所以我們講的訂簽開的時候 應該在訂金的時候 就先把什麼 價格要稍微斡旋 大家互相說要了解價格 才會進入簽約的疑似 你一旦簽約 那這個約就已經成立了 那我問一下那個高超 一般的民眾可能不是那麼的清楚 我先問一下 我們一般的民眾 如果到了一個暗場的時候 到了暗場我們第一個碰到的 其實是就第一線的業務的銷售人員 那個所謂的暗場的經理 有多少的權限 他的折扣會到哪裡 通常我們一般碰到了業務人員 業務人員會跟我講說 我只有5%的權限 或者是說我只有10%的權限 我要你的價格已經超過我的權限了 通常都是這樣 一貫的 一貫的流程 你不管開多少錢 他就說已經超過我的權限了 我要往上承報 然後往上承報 你就看著他拿著本之後 到了那個後場去 然後就跟那個經理 在那邊交頭接 沒有... 然後就說 晶晶成交 一步這樣子 他就鼓掌 可是你馬上拿回去以後說 晶晶 晶晶就說 這Gate小跟他不太對 不是 回去問問隔壁 你買多少 你不是問隔壁 你是問拱市長 問問看其他人買多少錢 然後問問看怎樣 對 這個是我跟妳講 這個時候他能不能再溢價 因為每一個房子裡面 他有利面價差 平面價差 所以假設晶晶今天來溢價 他很會溢價 比如說現場我是銷售 我是跑單 他很會殺價 殺到我覺得底線以下 我不行 因為不是我能權限 銷售人員不是權限 他要問專案 專案也不行 專案可能要問去主委 差不多是在現場裡面 就可以把價格處理掉 但沒關係 你這一戶晶晶 溢價了非常的多 可是慶晶不太會溢價 是隔壁戶 所以我用你這個部分 虧損的部分 底價以下 我用你這個來補那個戶 所以基本上 這個權限誰決定 都是現場 大概是專案或主委來決定 一般跑單是沒有辦法去決定 所以現場就能決定 可以 因為有些他賣得更快的時候 他就好 我們就這個價格 但是問題是他有這個 我們講說表價跟底價之間 其實空間蠻大的 所以這個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本案銷售很好 這個禮拜年來買是28萬 下個禮拜來買我就變成28萬5 在下個禮拜變29萬 好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回歸到這個問題 有可能是說當初在銷售的時候 為了銷售人員 為了把這個房子 趕快賣掉的時候 出一個是公司不能決定的價格 他私下跟你來做 但是什麼 他沒有跟建設公司Promise 一回到建設公司 跟建設公司打回票 不是 建設公司 他一樣是可以去喬嘛 對不對 他也可以在後面手營 對 那個20萬其實並不多 但是我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觀眾朋友們要仔細聽一下 就是剛剛高超有講到 特別的一件事情 抓當保底 抓當保底 他們其實整個暗場裡面的狀況 你不要以為你遺到的價格 其實不太可能 如果剛好有一個人 是買到一個高價 有可能你在這樣子的 抓當保底的關係當中的話 你很有可能買到便宜的房子 但是我問一下高超 那個所謂的抓當保底 他們是怎麼樣去喬的 是當場喬得出來嗎 還是說他們必須要開一個會議 然後開一個會以後再去喬 一般建設公司會給 代銷公司一個空間 譬如說我現在是28萬 你在消費者來出 譬如說只能出到26萬 最低只能出到26萬 超過26萬底下的時候 有時候要回報給建設公司 同不同意 因為每間都是這樣 那他們的建設公司不是虧錢嗎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 議價的空間的一個方式的範圍 給現場的權限 給廣告公司 給代銷公司權限 就是這樣 有些是這樣 有些是沒有差 有些是什麼 我是包銷的 我包銷的話什麼 譬如說我六個月整個要賣掉 包銷的這個情況裡面 我要向公司申請獎金什麼東西 譬如說我是代銷公司申請獎金 所以他們會有一種重要的就是說 六個月完畢之後 可能這一戶會賣比較便宜 那一戶會賣比較貴 可是我總銷售是OK的 總銷售進行 所以兩人包的有可能 可是買房子的話 看時機點 剛剛那個高超特別講 那個時間點 那什麼時間點 買房子是最便宜的 這個案廠如果有一年的時間 我前面的第一年 案廠進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進場去 因為通常都 第一個月 對 它通常都會是這樣子 逐漸地地增 如果說景氣好的時候是斜的 這90度上揚 直接上下去 不會回頭的 一次比一次來得高 其實還有一個說法是說 那個工地那個圍梨 開始那個蓋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趕快去問誰要賣房子 他們通常都是怎樣的 通常都是三層333 就是前面如果賣掉三層 他們就開始拆了 就開始要蓋了 中間工程期的時候再賣三層 但是後來呢 最後面要clean的時候 反而是賣得最便宜的 那現在呢 現在一般是這樣 在交屋之前 大概價格不會動 應該就會上去 但是不可能下來 因為如果說你下來的時候 對前面的客戶會有問題 所以他們價格會超多 可是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現在是 這個問題我只能了解說 現在有很多是進行潛銷 消費者要特別注意 建造都沒有 對 一般是要有建造出來才能廣告 或才能銷售 因為你有建築執照 很多案子是為什麼 現在都流行潛銷 因為景氣不好 大家就潛銷 那潛銷就你剛剛講的預約 預約裡面就有充分的不同的 有人是紅丹 有什麼東西 然後大家就可能一屋好幾賣 派順位 這個才是消費者要去注意 你看看到底有沒有建造 搞不好都沒建造 有的 我知道 這個金晶最懂的 金晶買過潛銷期的 對 因為潛銷期的房子最好溢價 對 其實我看房子都是怎麼看你知道嗎 我都是看他 只要聽到他說 我們還沒有打廣告 趕快去看 對 他的廣告還沒上 因為廣告上了 他就要這麼快預算了 金晶是紅丹的時候 就已經進來了 房子長得什麼樣子就不知道了 就已經獲利進場了 特別強調是說 一般我們消費者去買房子 並不會碰到建商 我們碰到都是 借貸中心裡面的代銷 所以代銷就等於是建商的代理人 所以代銷做了行為 背後的建商就要負責 那我們剛知道 看到那張單子上還有寫說 價格要經過建商同意 可是你看這個合約上面 有付出這樣的保留條款嗎 這個應該就沒有了 對 所以結論是說 建商就應該要負起合約的資 好 所以就講到合約 合約真的要看清楚了 裡面的每一個字 每一行的小細節 都要好好的看 因為裡頭可能會有魔鬼 很多陷阱就藏在這些合約裡面 怎麼看呢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好 我這邊要特別感謝一下高超 因為我的第一間房子 其實就是高超幫我談的 真的 你知道可以談到多少嗎 一定很...很好的價格 談到五折 談到五折 真的嗎 沒有吧 真的嗎 然後還在找你了 不...我知道那個 建商有送他一台很大的 液晶電視 所以真的是有一些價格 真的不太一樣 跟人也不一樣 不過其實看景氣好跟壞 然後看當地的狀況 然後它的一個推案的情形 最重要的是建築的品質 到底怎麼樣子 它都有不一樣的一個 溢價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有特別提到了 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說怎麼會亦完假以後 建商又要幫你加價 如果建商反悔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要賠償你 但是現在又想回來了 就是說我為了要保護 我自己本身的消費者來看的話 我購物者來看的話 我到底在哪一個階段 我如果覺得這個房子的話 蓋到一半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有一點點問題的時候 我要反悔的時候 到底能不能反悔 時機點在哪裡 對 時機點到底在哪邊 請問一下執行長 來 執行長 其實這個事情我們來看 通常會反悔都是價格的問題 就是你如果買便宜的話 買方是不會反悔的 但你如果買得貴的話 就一定是建商想要 對 就消費者才會想要反悔 建商就不會反悔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在討論 這個話題的時候 現在開始有建商反悔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房地產 景氣反轉的一個契機 大家可以觀察看看 對 因為過去在2005到2008年 這一段房地產 轉得很兇的時候 那時候建商就常常反悔 就反正我多10萬多20萬 把你這個訂單買回來 剛剛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整個合約的進行狀況 第一個是訂金 我們剛剛有看到的那個 那個付了30萬 那個算是訂金 然後簽約的時候 你會再簽一個簽約金 開工的時候 會再簽一個開工金 大約是3到5% 工程期的話 每一個建商不一樣 它會分好多期 甚至分兩期 三期 甚至每個月給你繳的 搞不好看它怎麼樣分期 但是大約就是房價的10到12% 然後使用執照核發之後的話 最後面這邊過戶的話 就是等於是銀行如果核待以後 它就開始進行的過戶 那麼過戶完以後 它的總繳的房貸會繳到75% 那麼交屋的時候 再繳1到2%左右 那麼這邊是完整的 等到你的房屋所有權 整個過戶以後 所有的金流的一個狀況 那問一下這個執行長 到底哪一個時間點 我把那個合約 後悔是可以的 我工程期 蓋到一半的時候 我發現說糟糕了 你這可能偷工減料 我要反悔的話 到底可不可以 這一部分 如果你認為建商有偷工減料的話 買方是有舉證的責任在的 對 但這我們都知道 訴訟的時候舉證之所在 就是敗訴之所在 這其實在蓋的過程 你買方要去舉證是相當的不容易 對 所以通常的話 其實你如果已經簽約了以後 就是按照合約去走 我們這邊提醒大家 這個簽預售物的契約要注意五件事情 好 第一點就是合約審閱期至少有五天 那這個部分這樣還不明顯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是政府他公佈的這個 預售物買賣契約書的範本 這個封面第一頁就寫了 那個契約經過買方吸回審閱 契約審閱期至少有五天 你為什麼要五天 你看裡面這個合約 這個密密麻麻 你真的如果不是念法律的話 可能要看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消費者不要說合約都沒看 就貿然跟人家簽約 付了訂金被人家沒收 這樣不是很無辜嗎 金金你有看過嗎 沒有 我也沒看過 眼花撩亂 你們這樣子 以後律師那個案子很多 都接不完了這樣 對 所以你要合約過 你到底要怎麼看 我真的像我們兩個都不想 我們都不會看那個 裡面還有這個Mega 那個重點 看1 2 3 哪幾點 對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很重要 我們買了房子 如果那個建商都這個拖延 然後都不趕快那個 興建房屋 交屋 不是很困擾嗎 所以在這個合約裡面 針對這個開工跟那個完工日期 一定要寫清楚 那有些建商 政府常常去檢查 這個建商的這個預售物契約 那個不合法違規的比例還滿高的 那現在有人建商就會 他不會寫那個特定日期 會寫說我們就幾個這個 幾天完工 可是你幾天 又有沒有分這個日曆天 跟那個工作天 這個解釋上就一堆了 所以你不要這樣子寫 你就直接寫 比如說民國106年的5月5號 就直接押日期了 要開工 那112年的8月20號 要這個完工 這樣不就那個清清楚楚嗎 對啊 要押日期就是 我們可以這樣要求嗎 我有碰過這個狀況 後來交屋期是延後 延後大概半年 然後呢 對 很久 延後半年了 結果後來我有跑去跟建設公司說 然後建設公司有補償 其實如果遲延超過三個月的話 消費者甚至可以 以這個理由去解約 其實我應該解約 不用賠違約金嗎 賠違約金是另外一種 它變成說有萬分之五 每天這樣計算的違約金 可是你消費者也可以說 建設已經寫好確定日期 完工日期 沒有完工 超過三個月 你可以用這個理由去解約 等於是建設委約了 因為房價那時候最高 可是其實我們了解 建商大部分因為有這樣的 一個法律規定 無論如何日夜趕工 也會把它那個拼出來 都要如期完工 可是他會 不是 建設公司說 並非我的責任 他那時候會這樣子講 他說不是我的責任 是因為什麼什麼原因 而導致工程延宕 或是不可規則於雙方的理由 對 可是如果不是這一些的話 還是建商要負責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有去釐清 那個事故發生的原因 是可規則於哪一方的 再來就是說這個就很重要 我們去買的房子 都有這個固定的坪數 交屋之後 這個坪數會不會跟合約寫得不一致 也有可能 有那種修改合約 是修改坪數的 修改坪數 你知道嗎 蓋到什麼程度 然後他會跟你說 你的坪數變成幾坪 你去燕屋的時候 你會去算坪數嗎 其實我看不懂 對啊 對 我們只能默默接受 他說修改成幣小幾坪 去算那個地板 那個幾塊地磚幾乘幾 就算得出來 我們那個朋友都很厲害 不用拿齒 真的嗎 真的 有人拿齒現在很專業的人 我說那個建設公司 如果給你摳個零點幾坪 你根本不會知道 那個一定要去測量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牽涉到 地震事務所會來測量的 你要到時候你要管工 沒有吧 地震事務所不會到房間裡面測量嗎 有 那基本上你要建設公司 你要先送一個圖上去 然後他基本上要審核的 他是抽驗吧 應該是抽驗 但是我們一般人沒辦法量 為什麼 因為他量 就是量外牆 有時候量牆心 而且還有個柱子在中間的話 你一般量也是量我們室內面 有一點誤差 你知道現在手機APP 可以有測量的功能嗎 準嗎 對 對 準 它直接用鏡頭下去測量 然後你把你的家裡面的周圍 這樣子直接劃過來 繞一圈這樣 繞一圈 它就會幫你把整個的坪數算出來 一般現在是用那個紅外線測量儀 不會再拉那個 不會再拉線 對 紅外線測量儀是有 總之你把這個坪數算出來之後 可能那個變大 你就要補給那個建商錢 如果變小 建商就要退錢推你 可是這邊一定要注意 有給消費者一個很大的福利 如果是那個面積變大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買那個100坪 結果變成103坪的話 你只要補它2坪就好了 因為消費者的面積誤差早補 買方只以那個2%為限 超過你就不用早補了 就送它這樣 對 它減 減也是2%嗎 就是照比例扣 如果100坪變成97坪 我就要扣足3坪的錢 這樣就是對建商不利 可是對消費者是有利的 還有一個保障 如果今天這個面積 比如說少了高於3%以上 消費者又可以解約了 真的喔 是這樣 少3%以上就解約了 我覺得就是要住100坪 結果你怎麼給我那個97坪 我覺得那個坪數變小 不好住 所以超過3%以上 消費者就有解約的這個權利 學起來 趕快記住 這個都很重要 這其實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還有 第四點 交屋的保留款是5% 這個就非常重要 我們交屋就是都要那個燕屋 這個建商如果哪個部分 沒有完成的話 它要修復好 我們才把這個尾款交給他 但是很多的契約裡面 自動這個5% 都會變成1.5%或者3% 所以你沒有仔細看的話 上面變成1.5% 對 保留款 都在手裡面的錢就怎樣 就變少了 那你要求建商去把它修復 它的動機就會比較低一點 速度比較慢 速度比較慢 所以要記得 這個交屋保留款有5% 那我們剛剛提到最重要那個 就是違約金的問題 付到多少 你就賠償多少 不一定要扣這個15% 因為法律規定是說 買方違約金賠償 不得超過房地總價的15% 那這邊一定要拿一個合約 給大家比較一下 大家就清楚說 我們的政府保護消費者 真的是不遺餘力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對照 這個地方 如果是那個消費者賠償 就是最高不得超過15% 最高不得超過15% 那反過來 如果是建商 違約賠償給消費者的話 不得低於15% 聽得出差別嗎 一個是不得低於 一個是不得高於這樣 所以那個建商的責任 通常是比較重 可是這個是內容是 我們政府的契約書範本 你去看所有建商的合約 那個高於低於都不見了 都長得不一樣是不是 一例都是15%這樣 那我們可以要求他更改合約內容嗎 如果建商跟你說 我就自制合約 他的版本也沒有違法 因為他也沒有高於低於15% 那我是不是用公版的 這一個合約書的內容去比 沒有錯 去比 其實這個公版的版本 你應該去預售屋 要跟他簽約之前 自己在家裡面 你不要說看個五天 你要看一個禮拜都可以 然後再跟那個建商的合約 去做一個對照 如果內容都是符合的 代表這是一個保護消費者的建商 如果那個看完之後 那個被改的那個亂七八糟 幾乎變成是另外一個版本的話 對這個建商的信用 可能就要稍微存抑 直接火藥 要判斷是否值得信任 但是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雙北預售屋 現在預售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很多的預售屋 當場的一個銷售人員的話 會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這邊已經賣到了 七層 八層 九層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幫大家統計了 所有雙北兩市 那目前現有的一個預售屋的 預售的狀況 對 當然我想銷售率是 這個是只做參考 因為沒有一個任何一個調查 可以把銷售率調查這麼清楚 這一個參考 我想在台北市裡面 最近有幾個比較夯的案子 但是賣得比較好 假設我們從 負數比較 不是說銷售比較好的 像這幾個大概是 應該是在羅斯福路三段 他大概現在表價單 開出大概120萬左右 這個可能是 這案子是在孤嶺街 孤嶺街當然賣得好不好 大家都會用一個廣告的名詞 叫做中正區震撼六字頭 我看得很快 心情就很愉快 中正區六字頭 孤嶺街 孤嶺街是靠近南海學區的那邊 古亭捷運站那邊 所以這個案子我想 各個都有它的一個銷售的方式 我們來看中山區最近 大概有這個大概開價120左右 大概是在建國南路 靠近長春路口這個附近 這個是很特殊的案子 敦化南路二段 所以它開價你知道多少 菁菁妳可不可以猜一下 敦化南路二段 應該100吧 220到240票價 所以妳這自動挖人家打到骨折 打到一半的價格 它銷售率這麼高 你看50% 難怪人家說妳很會買房子 難怪人家說妳很會買房子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用炸到最低的 我很會硬價 當然我們想說西門町 西門町最近也有一些案子出來 譬如說漢口街的案子出來 我們要看這個出來 另外的南港區這個是重陽 東本木 東本木大概是重新路的附近 所以這樣看起來 目前比較嚴重的地區 價格比較跌的地區 大概是落在內湖跟南港區 因為所以我們知道 內湖這邊尤其是五旗 最近有一個叫做產培一條街 新富街 新富街案子最近都已經產培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覺得 這邊還有新案有推出嗎 大概有6到7個新案 還有6到7個新案 有那麼多 對 它的價格事實上是在落 南港區當然是 最近跌得比較嚴重的地方 就是經貿二路那個地方 這個大概是台北市的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新北市 新北市當然是一個戰區 我覺得新北市 因為它價格比較親民 而且它有讓利的空間 所以低首富的部分 還是落在所謂的央北 跟所謂的江翠 兩個跟第三個就土層 那我們簡單來介紹 板橋這個案子 整個的這個叫做江翠北側 我們過去都很了解 很多這個 這個裡面大概有A B C D E F G 七個基地塊 那目前的戰區是落在AB 跟大概F 譬如說這個案子它就落在F F的地區大概有26公頃左右 比較靠近江翠的捷運站 那AB區的話 像歡喜市的話 它是比較靠近所謂的 435藝文特區 那這邊有一個中正路的一個商圈 所以它可以連接到府中 可以連接到新版特區 所以這個案子 目前在戰況是非常的激烈 也就是銷售得很好 那另外當然提到 各位是央北 大家提到央北74公頃 這麼大央北地區 我們上次都介紹過了 這邊當然他們有做一個 非常多的一個 所謂的早鳥架 這個部分都有出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大概我們看整個 做落在還是土層的部分 土層的部分 土層最近 土層最近有一些所謂的 算戰況的為什麼 因為日瑞光在那邊有一個 叫做模樣廣場 投資100億 那土層現在 目前比較夯的部分 長庚醫院進駐 即將要規劃60億的土層案子 土層的醫院 所以土層現在是長庚有慢慢 所以它有商場 有一個醫院的部分 讓感覺上土層的戰況 所以原則上我們來看 整個大央北或是做這個江翠 幾乎跟土層是所有是 這一次裡面 新北戰區裡面的三大重劃區 好 看完了雙北市的 這個新預售物的行情之外 我們也要想一想 家裡頭的廚房 又要講廚房了 對 好 後來來聊一聊 這廚房的廚具該怎麼選 尤其是這個瓦斯爐的部分 你要裝潢新家瓦斯爐 再怎麼選 它選兩口的 四口的 三口的 還有有人說是吃電的好 還是要用瓦斯的好 到底中間的梅膏在哪裡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今天我們阿金老師又要來上菜了 對 上菜跟大家講爐具 上次是抽油煙機 沒錯 但是是一個不會做菜的 阿金老師 好啦 但是還是要教大家 怎麼來認識 對啊 趕快來認識一下 到底這個瓦斯爐要怎麼挑 瓦斯爐也很重要 對 沒錯 那麼我們今天把這個市場上面 最頂級的這些廚具 請到了現場 對 有雙鎧在現場 到底應該要 對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選才對 怎麼挑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問一下達人 達人趕快陪著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看到 這台看起來就很特別 你知道這台可以幹嘛嗎 這台好小 對 它很小 它就是60公分 因為它其實看起來 家裡尺寸大小不一樣對不對 邱大哥 帶我們看一下 對 這是一般我們所謂的 叫做蘆蓮烤 蘆蓮烤 對 蘆蓮烤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瓦斯爐 對 它是瓦斯爐 有瓦斯爐的功能 然後附帶烤箱 烤箱嗎 對 就是附帶烤箱 像它前面的話 就是有烤箱的部分 放在這裡 對 這個拉出來喔 對 這個拉出來 它前面這是烤箱 前面就是烤箱的部分 這很方便 我一邊煮東西我就可以同時烤 對 你也可以同時烤東西 這樣子 是 那其實是在之前 對不起 它是用瓦斯嗎 它是 對 它是用瓦斯 那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嗎 來 那我們是不是馬上可以烤一下 對 直接烤一下的話 它是要分開來 還是說可以要一起 它可以 你可以同時 你只有烤 只有瓦斯爐 或是兩個同時用 同時進行都可以 先幫我們烤一下 像如果是烤的部分 這個就是 它是用按鍵式的點火 對 它是用按鍵式的點火 等一下瓦斯爐的部分 它也是用按鍵式的 就是這種 這樣點了嗎 這個大概沒有 這個是現在是打開烤箱 烤箱是不是可以把它 像你現在的話 把手就可以稍微摸一下 這裡就已經熱了 有熱氣了嗎 有沒有 很快 有 很快 有耶 有 幾秒鐘而已 對 對 對 幾秒鐘 它的火在裡面火焰 那個是火焰嘛 對 裡面看到那個是火焰 其實看得到藍藍的那個地方 對 藍藍的那個地方 藍色的那一塊 有沒有 這裡這個 好 那我們就把它關進去 好 關起來 對 關起來 然後它就開始烤 那我可以設定時間嗎 這裡 這裡設定時間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用管它了 讓它去烤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設定 9分鐘 8分鐘的時間 但是我問一下 後面這個是幹嘛的 這個一般來說 後面這邊有一個網子 而且有風味出來 對 它會有產生熱 它會有熱氣 那所以要把熱氣排掉 就是烤爐的熱氣 從這裡排出來 對 沒有錯 它有時候那個 譬如說在這個烤東西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油會比較多一點 它就會冒火 那個火有時候會冒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冒到這邊來 它就不會上來 它裡面有一個網子 做為一個安全的一個 安全網在上面 在這裡 而且我聽說它還有一個是說 偵測你的溫度 像這個裝置 一般沒有這個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防空燒 防空燒的功能 就是你只要放 就是它只要偵測到250度 它會自己斷電 它會變成小火 它會讓溫度不要那麼大 現在是因為它在動 所以我如果把它這樣放著 它就會下去測它了 對 這個就要重新進行點火 所以煮水的時候如果旺季 對 煮水呢 旺季 聽說它很聰明 旺季關了 它會 旺季關了的時候 因為它就是靠這一根中間 我們剛看的這個桿子 對 這要小心 這火硬點起來 中間這根桿子它會去偵測 它會去Touch你鍋底 它會去偵測鍋底的溫度 那如果鍋底的溫度過高的時候 它判定說已經是空燒的狀態 它就會自動把火跳掉 它就是用這個作為偵測器 對 這就等於是一個感應 那這個不能用在一般的瓦斯爐上面嗎 這個也是應該台灣的瓦斯爐 這個裝置應該要聰明裝置 全部都要弄才可以 像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日本製 因為日本的話 它的國情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就是瓦斯爐 他們限制說我每一口 一定都要有防空燒的功能 像台灣的本身的法律沒有 因為台灣人喜歡大火快炒 好 我火要很大 火如果太大的話很容易 它這個空燒裝置就跳脫 對 所以台灣做的廠商大部分都是做 一邊沒有防空燒 然後一邊有防空燒 所以這個是兩邊 一邊是有 一邊是沒有 對 像這個的話 左邊這邊就是有防空燒 這邊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不全做就好 因為你全做的話 那變成是說它沒有辦法用大火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把火 它先打開 對 像你看這個是沒有防空燒的 那沒有防空燒的話 它就會有內環的火 內圈的火 那比較方便你去做燉煮 好 我要做小火去燉湯 對 所以看使用的習慣 現在我覺得那個爐口都不太一樣 而且長得很漂亮 以前早期的時候 那爐口都是一個像銅的這樣子 然後一個洞一個洞 現在都不一樣 現在都是這樣 像比較不一樣 因為像注重節能 對 那這個是什麼材質 這個也是銅的材質 這也是好像上面的這個 因為我聽說好像每個材質不一樣 可是銅的材質怎麼會黑的 它是把它度了什麼 它另外還有做右 上右的筆子 對 因為很單純的話 對 因為現在為了 我們剛剛有介紹到 瓦斯爐的話像以前舊式的 主要就是這兩款 其實這兩款就是比較傳統式 那跟現在新型的這種歐式的 比較起來質感差很多 除了質感之外 在功能性上面 因為以前的那種老式的話 媽媽他們都會說 那個瓦斯點不糟 光開關 就要這樣壓下去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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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四秒鐘之後才可以放開這樣 對 現在都不用 現在你看到這個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部分 打起來 直接放掉 不用等 這都是所謂的1.0系列 而且好像一朵花 就是 因為它主要 都是靠中間有一個感應針 去感應到你火油去燃燒 比如說我們煮東西 常常湯汁會滿出來 如果滿出來的時候 把火都熄了 就漏瓦斯了 它不會 靠感應針去感應 感應針沒有殺到火焰 它就斷瓦斯 它會直接煮斷掉 它會直接把瓦斯切斷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家裡的瓦斯爐有些是 你剛剛講的感應器的部分 有時候是怎麼點都點不著 然後還會用那個 自己去用瓦斯槍 那就點火器有問題 那其實需要維修 千萬不要用點火槍 為什麼 因為容易爆來 因為你一直噴瓦斯出來 點火的角度都不正確 你去引燃它 如果這時候瓦斯蓄氣到一定的量 會產生爆來 那氣爆非常可怕 好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瓦斯孔的問題 如果那個打開來以後的話 有幾個孔 有時候不會有火出來的話 媽媽還會做一種事情 清潔 把它挖一挖 挖一挖這樣子 這樣子有用嗎 還是說這樣子也是有點危險 這樣子其實清潔是一定要做 但是我們先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平常使用的習慣 操作的方式是最重要 清潔保養的部分是在後面的部分 所謂的前面的部分 操作的部分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注意煮東西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湯汁水滿出來 萬一 萬一呢 如果真的滿出來的話 這個沒有湯 這個還好 像這邊的話都可以看到 這都可以抽起來 像那個其實都可以用 因為剛用過 對 我們沒有練過天沙漿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現在我們看到 它有一個一個鋸齒 如果說我們點火的時候 有發現說有部分的火焰沒出來 通常就是這裡面塞住 這個地方嗎 對 像這個燕孔的部分 這裡 對 這裡的部分 都是可以做一些刷的動作 要去把它做清潔 如果是傳統那一種怎麼辦 傳統的也可以 他們也是做分離式 但是有的部分的 但我中間那個爐心 很難拿起來刷 太久沒拿起來 所以有卡住了 黏住了 那這個會不會呢 因為它也有一個心 它這個心這個裡面 對 中間這邊卡住怎麼刷 對 中間的部分 一般來說卡不大到 因為其實一般 湯汁溢出來的部分 主要還是在鍋外 鍋圓的地方比較多 你說外面這一圈 對 外面這一圈的部分 會比較多 真的溢到中心點的 也是會有 但是它為什麼會滴下去 就是我們一般洗鍋子 刷鍋子的時候 從水槽拿出來 底部沒有稍微擦一下 這時候底部有一些水 所以多一個動作就可以保護它 說不定用久一點這樣 像有的媽媽她比較有經驗 她就會在桌子旁邊 放一塊抹布 鍋子要上去之前 先碰一下抹布再過來 然後再放上去 不過中式的話 可能造型上面稍微比較難 處理一點 都用瓦斯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你就不用擔心說 它鋪出來 因為馬上擦就擦乾淨了 是 這個是電爐 對 這個是電爐 電爐的部分 電爐的話 現在因為建築法也有一些要求 就是我們的樓層 因為現在房子越蓋越高 超過一定的樓層以上的時候 不能有明火 對 不能有明火 還有捷運宅也不能用明火 捷運上面的房子也都不能用 時間到了 是嗎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等一下 香味已經出來了 我也一直聞到香氣了 我已經聞到香氣了 所以這邊 OK 它這裡還有 它這裡在倒數計時 倒數計時 還有19秒 等一下 還要關掉 我已經不小心把它關掉了 所以它這裡會跳是不是 對 我好不習慣那個科技 我真的 它跟你說時間已經快到了 但是科技這個技能很好 對 是已經煮熟了嗎 已經8分鐘了 已經煮熟了嗎 等一下你小心那邊會有蒸氣 對 好香喔 天啊 真的熟了 我可以直接吃了嗎 那我們繼續介紹 一邊吃一邊介紹 我們當然有加菜嗎 現場每個人都有 不會很快 沒有空睡了 那個媽媽其實很方便 就是放下去你不管它 然後在那邊煮個水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講話講完 已經太熟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香氣 你說它現在很多捷運宅 跟很多高樓不能夠用明火 只能用這個 那它差別 因為我們要講 因為你比較高樓層的地方 雲梯車到不了 所以它超過一定的樓層 就一定不能有明火 那就是你有一些選擇 比如說電爐 電陶爐 IH 感應爐這一些 像這個的話就是所謂的電爐 電爐的部分的話 它的優點就是不挑鍋 像比如說IH爐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需要用電池 有點像電池的原理 所以要用電池鍋 底部是有電池的部分 它才會有熱度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主食習慣 比如說我要燉東西 用陶鍋什麼之類的 那它會挑鍋就不能使用 那這個是不是都不挑鍋 所以我燉 煎 煎 炒 它唯獨會挑一種鍋子 什麼鍋 就是它不能沒有平底鍋 對 所以像我這個 底部有波浪就不行了對不對 不是 你說你中式的炒菜 它底下是蜿蜒的 炒菜鍋 我們說中華料理鍋 煎的那種炒鍋那個就不行 那你就不行 我懂了 所以這個也是屬於比較歐美 因為歐美的 他們的飲食習慣 主食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都是用平底鍋 那這個安全性呢 因為我們看到它其實 點燃之中它是紅紅的 它就中間那個電熱管 去導熱這樣 那它的安全性如何 它的安全性其實就變成是說 因為它不挑鍋的關係 所以確實我現在 如果把它打開的時候 上面的部分會有溫度 那如果我家裡要裝潢廚房的話 你要怎麼推薦我 比如說我家裡是什麼樣的 空間大小還是怎麼樣 你要怎麼推薦我 哪個適合哪一種爐 一般的話還是看個人的習慣而定 比如說媽媽 他們都很喜歡要大火 她覺得火不夠大 炒出來菜不夠香 那她可能就會比較推薦說 用明火的 用明火的部分這樣子 那這種的呢 那像這種的話 就像那種貴婦 我在家裡一個禮拜煮不到 一兩次的那種 吃西餐的 大概這個非常非常的適合 適合 就適合那種豪宅的 如果你的飲食習慣比較偏西 開放式的空間也很適合這種 也很適合 對 因為這種的真的比較漂亮 而且它油煙比較少 對不對 相對來講油煙比較少 但是因為現在小宅的話 那種這個面積比較小一點的話 廚房空間比較小一點的話 也許日本的這個就比較適合 有很多事物 在這裏有多少 全然我們還是快點 因為快點 然後我們還沒有